HELLO 女大的觀眾妳好 我是女大特派員美寧 今天很高興可以來到PRADA的 December Issue的媒體發布會 現場有真的很多限量的東西 而且非常適合送禮 我來帶大家逛一下 這系列呢就是非常主打的款式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他們把感覺很像Party元素的東西 變成他們常貸款的商品 但當然December他們也出了 限量的金色香金的款式 像漁夫帽啊知道PRADA 就知道買一頂吧 自從ROVSIMMER的加入之後 大家都知道三角包已經變成他們的常貸款 可以看我今天背 是不是也很搭 而且這個金色很顯白的 它就介於黃金跟香檳金 因為你看它可以變成這樣 一個很像項鍊 就如果你去Party 或是你今天不想帶什麼東西出門 你真的可以當一個配飾 然後又可以放你的錢包卡 因為現在其實大家很少帶現金出門 這樣其實就夠了 很美而且它這個地方做得很精緻喔 這樣按中間的那個卡榫 可以這樣做調節 三角形的包款還有這個 毛毛系列 這個也很美 這超可愛的 它這次還有像這種手機殼 今天我比較適合灰色 喂 好現在回家了 沒有帶卡 對不好意思今天不會買東西 再來像這種鞋紋的眼縫的設計 也是它們一個新的經典的款式 然後像這種很像抱枕類的眼縫 我也很愛 我覺得這就是很時髦 很適合現代都會一點的感覺 你看這個小包包 它的包型就很像它們Prada的包包 可是它可以打開喔 它裡面還有一個一個paper 重量什麼的就非常感覺質感很好 這款海馬毛也是它們這次 December要推出的系列 那像我今天穿全身灰 就很適合搭這種毛毛的異材質 但色系是統一的 就它們的那個高領針織 其實出了好多季 顏色都很漂亮 那我覺得它們很厲害的地方 是它們的金色調得非常好 就很適合我們亞洲人膚色 比較顯白的景 它這個珠縫設計 我覺得也很適合像 就是年底有很多活動可以去 然後裡面就是你可能冷 你就搭個撞色的長袖在裡面 或是無袖 然後也可以穿像後面這種bra 它也可以把這個搭在裡面 欸看得出來嗎 這樣一組再配它們這個金色的包 整個就超美 這個應該是今天KarenCC同款吧 上面的這個飾品它是可以拆下來的 所以你其實也可以搭你其他的服裝 譬如說襯衫啊什麼的 可是這就很像一個項鍊 你就自己自帶配件的一個洋裝 然後像這個鏈子 你也可以配在像這種襯衫上面 男裝的部分還是很像它們的感覺低調 但是又有一些小細節 譬如說它用比較壯色的縫線 壓車在它的西裝外套上面 你再配一個三角形的包包 然後女生再買一下剛剛那個金色三角形包 兩個就可以搭配出門了是不是 不是